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其實在前面的課程裡面 介紹過我們等差數列的問題 可以都用A1和D 也就是用首相和公差這兩個位之數來去思考它 那麼在這一集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一樣用同樣的方式 來去思考等差級數的問題 我們之前練習的是等差數列 那其實等差級數也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二項是3 第十項是-9求D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可能許多學生乍看之下會覺得有點困擾 對不對 我要怎麼算 到第十項是9 這樣子什麼意思 第二項是3 如果他告訴我第一項是3 那至少我還有一個首相 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可以這麼說 首相加一個公差是3 因為這就是第二項 然後來 關鍵來了 S10 S10我們要化為A1和D S10 10項 前面10項的核到底會有幾個A1 老師可以帶大家練習一下 我們之前在練習的時候因為像素比較少 所以我都直接數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前十項核 所以再來帶大家練習一下 我有十項 A3 A4 ... ... 這樣子前十項的話呢 我到底會有幾個首項呢 一個嗎 不是啦 我們要化為A1和D 所以第二項其實是首項和一個公差 第三項其實是首項和兩個公差 第四項其實是首項和三個公差所組合的 到第十項的話是首項和九個公差所組合的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這樣一路加起來 到底會加出幾個首項 還有加出幾個公差呢 因為你就會發現其實你有幾項你就會有幾個首項 所以S10這個東西它其實是十個A1 那它會有幾個公差呢 第一個沒有 第二個有一個嘛 第三個有兩個嘛 第四個有三個嘛 對不對 一路加加加加到 S10的話是首項和九個公差 所以從1加到9是45 可以嗎 為什麼加那麼快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可以加那麼快 來 所以從1到9的話是45 所以其實S10是十個首項和45個公差 那這樣子它說合起來是-9 所以我們就可以解這個二元一次方程式了 A1加10d A1加d是三歲 10A1加10d是30 所以拿這個減這個得到35個d 所以拿這個減這個得到35個d 是-39 好醜喔 d是35分之39 真的那麼醜 那就是了 10A1和10個d是30 所以你說我們像這樣子的問題 你如果要去解這個S14 首項加末項乘以相數除以2嘛 我又不知道末項 你給我一個第二項沒有用啊 對不對 你給我一個首項 我好歹可以求一下末項 那給我第二項了 對不對 那其實就是我們把它畫為幾個首項和幾個公差來去思考 其實這個幾個首項幾個公差 你用那個等差級數的公式還是可以算出來的 我們等差級數比如說S10 它不是這個2A1加上 N-1 9個d 乘以10除以2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算出來你還是會得到10個A1加45d 可是說如果你心裡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要去找幾個首項幾個公差 即便你求出這條你都會覺得 哇 沒得算 放棄 換別的方式想 那其實就是要用這個算 那我們在一旦知道自己要找的就是幾個首項幾個公差的時候 甚至就可以不用帶公式直接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剛才說這個為什麼我們可以那麼快的去找到 1加到9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帶大家練習一下 那如果有筆記本的話記得把它寫上去 有熊老師自己在上課教學生的時候呢 我後來慢慢的都有陸續整理出一些就是 講義啊 筆記啊 講義的東西 那我都會拿給學生看 就上課的時候當就是講義的一部分 給他們看 看完了之後我就跟他說來 抄到你的筆記本上 來 抄到你的筆記本上 之類的 那 重要的知識啊 重要的 特殊的題目 它有帶來一個很重要要學會的解題的方式啊 如果題目不是很長的話 我也會叫他們抄 那我會覺得你抄筆記的過程中其實就是 一邊抄一邊思考 那當然就是前提是你要會一邊抄一邊思考 如果你只是在刻字就是 一邊看一邊寫 那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就是說你如果可以一邊寫的時候 一邊去想一下 稍微有印象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會增加學生的 對這件事情的記憶的情況 他會記的比較熟 那他下次就可以拿出來用 他也可以減少你練習的需求 來看一下 1加2是3啦 那1加到3的話 1加2加3是6 這自己講 那1加到4的話就6加加4是10 1加到5的話是15 這個盡量可以熟悉一點 1加到10的話這個是55 1加到100我們前面算過的都是5050 OK嗎 於是來問大家幾個問題啦 根據剛才所講的 請回答一下問題 第一 如果首項嗎 不是 第5項是25 然後S7 前7項合是42的話 請問第10項是什麼 接著 如果前7項合是18 然後公差是3的話 請問第2項是什麼 接著 請問1加到9是多少 請問1加到11是多少 和1加到99是多少 然後再問 請問1-2加3-4加5-6加7-8加9-10 一路到最後是加9-9 這樣子的話 總共合起來是多少 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 從開始教數列級數到現在 因為上課的內容有點多 所以都沒有閒聊 好 那今天來大家聊一下 真的是閒聊 一個生活上有學老師遇到很有意思的東西 有一天我走在公園 走路經過公園 那公園旁邊有一對 一個一男一女在對話 兩個都中年人 然後講台語 如果你聽得懂台語的話 你就聽聽看 我就聽到那個女生 兩個都是中年人 就是媽媽級的這樣子的女生 我就聽到那個女生跟那個男的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然後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講 然後那個男的就說 你就跟他說 他說 你就跟他講 你不要叫是說你已經嫁了 其實你沒有嫁 人歹勢跟你說而已 如果我會講台語的話 家裡有人會講台語的話 那 聽到這句話 我走經過我聽到這句話 突然 愣了一下 哇 這是什麼劇情 他說 你不要叫是說你已經嫁了 其實你沒有嫁 人歹勢跟你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嫁了 我原本聽到這句的時候 我原本想說 他的意思可能是講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嫁了 嫁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嫁了一樣是我們家的女兒 或者說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他後面接的不是 他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嫁了 其實你沒有嫁 人家不好意思跟你講而已 怎麼會有這種事 就是你不要以為你已經嫁了 其實你沒有嫁喔 嫁了還是沒有嫁 自己都不知道 我後來想了好一陣子 我才搞懂這件事情 就是他講的其實不是嫁 那個男生要講的 就是他 那個女的不是說 我不知道怎麼跟某一個人講嗎 那個男生就教他說 你這麼跟他說 跟他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 他不是說嫁 他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過了 那個台語有南部腔跟北部腔 北部的過 北部的過會講過 歌舞會過 那南部的 那南部的過講過 所以他講的不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嫁了 他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過了 就是某種測驗 他可能有某一個檢定 或者說 那個老闆要 老闆要面試之類的 他說 你不要以為你已經過了 其實你沒有過 人家不好意思跟你講你沒有過 所以讓你有一種 你以為你已經過了的錯覺 還蠻有意思的 那個台語有南部腔跟北部腔 南 北部人講 斌 飯 南部有一些 不是都南部都這樣 有一些南部腔 中南部的腔講 那包括彈也是 北部講軟 然後有一些中南部的腔是講 然後用詞也有點不一樣 除了發音不一樣以外 我在台南住的時候我發現 台南的有一些人講台語 我們北部講 碗 是碗 然後大一點的 這個我們講到鍋子的話 就會用鍋 鍋其實你以中文來說 他是類似頂的這個概念 就是鍋子叫鍋 那我在南部就發現呢 他們好像叫大一點的碗就會叫鍋 那 真的鍋子 就是很大的鍋子呢 他們叫火鍋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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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用注意品 火鍋 所以這就是南北部腔的差別 還蠻有意思 好啦 我們回來看剛才的問題 先來寫下面這個比較簡單 1加到9是多少啊 那我叫你們抄到筆記本上面的就是相當重要 相當重要最好可以記起來 可以幫你省下許多的事情 但是那總不是說1加到不管多少我都要背吧 當然不可能 那1加到9是多少呢 1加到9就是1加到10 但是那個10不加啊 所以55-10是45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道理 1加到11的話呢 其實就是55再加11是66啊 那1加到99就是1加到100的那個5050少了100 所以是 4950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道理 1加到5的話是15 1加到6的話是15加621 21加到7的話就是21再加728 好 諸如此類的 對不對 最後來看下面這個 不是最後啦 接著來看下面這個 1-2加3-4加5-6 那你其實會發現 你可以這麼想 這個 1-2加3-4 那 加5-6 點點點點點 加99 我是不是每 每兩個一組 我是不是每兩個一組 就會出現-1 每兩個一組就會出現-1 每兩個一組就會出現-1 對不對 所以我到底有幾組-1 那你要留意這種問題就是 每兩個一組 我們好像在這個 因數倍數那個時候也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說 每三個一組就是一個3的倍數 最後那一個才4 所以餘的就不要算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想 那在這裡就是每兩個一組 是一個-1 每兩個一組是一個-1 到99的時候 其實是落單的 所以他到底有幾組呢 他如果到 加99-100就會有50組 但是他沒有 他是到 加97-98 所以他前面是49組 這樣 那49組再加最後這個99 所以他其實這個答案是50 沒有嗎 又或者你可以倒過來想 那我就 從後面看回來 加99-98算一組的話是正1 對不對 加97-6算一組的話又是正1 一路算回來你會發現你是 大的減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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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的減小的 小的減大的 最後還有一個 這樣也是50 那這種問題其實還蠻值得 給學生寫 給學生想的 就是要他們 但是不要只是丟給他們 然後等答案 就是你要帶他們 去檢討的時候 讓學生注意到說 我去想的時候要掌握一些原則 就是說我是正的 小的減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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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到最後兩個兩個一組會剩一個 我如果用大的減小的大的減小的大的減小的 就要注意也是到大的減小的最後一會剩下來 那為什麼說很值得給學生練習呢 就是因為 學生在算數字的這種問題的時候 一堆數字加加減減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依賴這種 心算能力或者是直覺 那一方面又想要 他們就常 你就會發現 學生常常這樣子 就是他一方面又想要像這樣子算 另外一方面又忍不住覺得 其實如果用大的減小的會比較好減 或者說他想要用小的減大的 可是在算多少的時候 又不自覺的拿大的去減小的減了 又沒注意到 又忘了加負號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練習一個有規律的思考 不是規律 有計畫性 有節奏的思考 那這是很值得給學生練習的問題 那麼 我們剛才的這兩題 我把它換到一張新的紙上面來 我們剛才的這兩題來看第一題 第五項是25 第S7是42 所以根據剛才的說法 第五項其實是A1加4D 對不對 然後S7是42的話 這個S7其實是 幾個A1 因為總共有7個 有7個就是7A1 那有幾個D呢 如果你能夠直接說出來 那當然是很好 那如果你還沒有辦法直接看出來的話 我們再來練習一次 就是這個A1 A2 A3 A4 A5 A6 對不對 它會有幾個A1呢 它會有1 2 3 4 5 6都有 那會有幾個D 我就不重複寫這件事情 如果你沒有懂的話 那 就 往前掉 如果學生沒有聽懂的話 老師就在跟學生講一次 就是說這每一個都會出現 A1加1D 這個是糟糕 我說不要寫 結果又寫 就是這樣子 A1加1D加2D加3D A1加3D A1加4D A1加5D 最後還有一個A7 這樣總共是S7 A1加6D 那於是我會有幾個A1呢 就是你會有幾項 你就會有幾個A1 那你會有幾個D呢 從一開始這個是0 這個沒有 然後從第一個開始是1 A3是有2D A4有3個D A5有 A5是首相加4個公差有4個 A6有5個 A7有6個 那你會發現 其實你數這個 你算這個S7啊 你的幾個首相就是 你有幾項就是幾個首相嘛 那你有幾個公差呢 其實就是從1數到7的前衛 因為7自己本身只有6個公差嘛 所以它其實是從第一個沒有嘛 所以它是從1加到6 所以1加到6 剛剛說的是15加6是21 這個怎麼去思考都要說明給學生聽 怎麼去思考都要說明給學生聽 因為學生需要學會的是這件事情 那我必須說我在當老師的時候呢 很忌諱 很忌諱學生沒有把怎麼去思考學起來 我就會語重心長的碎念 就是說 我就跟他們說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都有說要怎麼去推論 你要學的 像這樣子的問題 你要學的 第一你不是要那個答案 第二你不是要看老師算了什麼過程 你再看你再抄就好不是 你本身要學的就是我怎麼想得到這個 我怎麼想得到這個 對不對 你如果這些東西學不到 下次題目再出來 你還是不會寫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要怎麼樣才能夠想得到 這樣子算 這樣子做 那讓學生一定要洗手 我曾經有學生他 也是婆 有小聰明 他就會覺得說 我就問他說 那接下來 接下來要做什麼 他就會 不知道 我知道他不是完全不知道 可是他就養成了一種習慣 或他自己覺得這樣很聰明 就是 反正我說不知道老師就會再往後教 我就聽老師講就好了 我就跟他說 我要的就是你要學會怎麼想 所以你要練習怎麼想 不要只是在等老師給答案 要不然我就發 發答案本下去 大家看著算就好了 大家看著 看自己讀就好了 那要不是這樣 我們要讓學生練習 就是要讓他練習去算 所以像我剛才問題丟出來 其實你們應該要練習算 下面 這個 所以這個是 連例求解 連例求解 所以這裡 7個A1加28個 還沒學 上面A1加4D是25 下面7A1加2 11D是42 所以7個A1加28個D 其實是 哇哦 乘以7 乘以7 724753除175 然後 7個D其實是133 那所以一個D其實是 19 1個D其實是19 那所以S呢 S10呢 那我們剛才講到這個S10就是 10個A1加上 從1加到9而已 所以不是50 是45 10個A1加上45B 所以是多少呢 剛沒解完 來 D的話是19 那A1是多少 這個A1加4D是25 D是19的話 4個D是 76 76 所以A1加上76是25 所以A1其實是-51 對 所以這個是 -510去加上 19乘45 19乘45 怎麼乘 45個D 你就用20乘45 20乘45是900 然後再去減掉一個45 所以是855 所以這個算出來其實是 5 4 3 3 4 5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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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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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實在等差級數的計算又會比等差數列更需要用這種角度去思考 好 那 這個一個公差是3 21個公差是63 所以這個7個A1其實是 這個 63-18 所以是 負的 45 對 對 那麼A1 其實是 這個 45 除以7 負6 又 7分之3 對 然後A2 那A2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再加 加3 所以是 前面先加2 應該說 7分之4 總而言之 負4又 負4又7分之4 我先把7分之3減掉還有7分之4 正還有7分之4 不對 就是負3又7分之3 就加3嘛 加3 好 那麼我們這一集就 交到這裡 先拿題目給大家算一算 那我們下一集再來把前面的一些作業來給大家檢討檢討 那這是我們這一集的作業 那一樣我們在解這些問題的時候就使用幾個手相和幾個公差的這種角度去算 好 下一集帶大家做練習 好我們今天各上到這裡